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雅佛音 我是静雅 拿摩阿弥陀佛 在我们的修行路上 不分年龄大小 不分前后 你修行的时间有多长 根本不在于这些 而是在于我们前世 是不是修行人都有关系 我们累生累世 学到的很多的知识呢 在阿赖夜市里面其实都已经存下了 像我们的云盘 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给你储存上了 所以当你想用的时候 下载下来就可以用了 我看到一个小朋友 5岁可以讲心经 讲得头头是道 我们大人都很难理解 但是他可以跟你讲出来 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他一定是前世修行过 今世得到了发挥 今生今世都是与来生来世息息相关的 因果是分不开的 千万不要认为我是老修行 我就可以轻视下面的年轻的同修们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对初学者也千万不可以轻视傲慢 不要功高我慢 我们哪里知道他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来头 一定要慈悲 面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缘分 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岁童女识问佛 震动三千大千世界 这个故事呢 是非常有名的 在《大宝基经》中呢 有一段经文 是叙述妙会童女的故事 妙会童女家住在摸接陀国的王舍城中 父亲是有名的长者 这位女童在八岁的时候呢 基督觉山中的讲经会上 她就常常在做 这个基督觉山就是灵鹫山 去佛陀之路朝圣的时候呢 我有去过这个山 那个山呢 是绿绿匆匆 微风徐徐 哎呀 非常的舒服 曾经在这个山顶上也亲身感受了当时佛陀在那里讲经说法的那种感觉 的确是不一样的 这位年轻的八岁的小姑娘 面容生的秀丽无比 行动举止也端庄温和 佛陀坐下的弟子 无论是圣德的长老还是年轻的比丘 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 尤其是比丘尼的女众僧团 对于庙会童女更是心爱万分 大家喜欢庙会童女 虽然她年幼聪明 但想不到在一次佛陀法会上 她竟然以菩萨的心境和口闻向佛陀问长道短 使再会的大众个个都惊奇不止 妙会童女有一次当着佛陀 生坐 说法的时候 她不慌不忙 从从容容的走到了佛前 顶礼三拜 又绕三掌 然后就常跪合掌 对佛陀说道 伟大无比的佛陀 您是世间上的明灯可以召开众生心地的黑暗 弟子对于菩萨所作所行 现在尚未能完全了解 想恳求佛陀给我机会 让我请问 而且为我解答 佛陀一看 原来是庙会童女 佛陀知道她的来历 想到今天菩萨们和罗汉们有妙法可听了 因此就很欢喜地告诉庙会童女道 太好了 你今天发大怨心 来向我问话 现在就随意地问吧 庙会童女听了佛陀 让她发问 心中的欢喜 感激 根本就不用言说了 她就一口气提出了十个大问题来 向佛陀请求解释道 佛陀我有十个问题 尽肯解答 请问佛陀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端正的身体呢 请问佛陀如何获得大富的尊贵之身呢 请问佛陀怎样才能使眷属免除不和 以及多病死亡呢 请问佛陀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受父母所生的这无常不尽的血肉之身 而很快地能够见到他们受用变化之身 和您佛陀一样坐在大宝莲花上呢 请问佛陀怎样才能证得自在神通 可以随意游行无量国土 礼敬诸佛呢 请问佛陀如何才能没有冤仇对头呢 请问佛陀我们说的话如何才能叫人家一听就信仰呢 请问佛陀我们宣扬佛法 照佛法修持 怎样才能免除障碍呢 请问佛陀心里的烦恼魔障如何降服呢 请问佛陀当我们一期生命终了 怎样才能得见诸佛 听闻清净之法 不受一切苦恼呢 妙会女童一连串问了十个大问题 佛陀听了以后非常的加许妙会童女的问题 佛陀对妙会童女的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了四个办法 所以佛陀开示四十个方法告诉我们如何去做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听明白 第一 得端正的身体要做到 一 对恶友不起称心 二 安住于大慈悲 三 欢喜修学正法 四 造佛形象 第二 如何得到富贵要做到 一 应实不失 二 不起轻慢的心 三 带着欢喜的心情给人 四 不需求果报 第三 眷属怎样免除多病和死亡 一 不说离间的话语 二 度脱邪见 众人于正信 三 护持正法 四 教主有情 成佛菩提 第四 如何不受父母肉身而得佛应身 一 如来塔庙供应花果 二 不忘自损害他人 三 铸造佛像 四 对佛菩萨深深敬信 第五 怎样能得到神通 一 见他修善不危障恼 二 他说法时未尝留障 三 燃灯供养如来 四 与竹禅定长勤修行 第六 如何没有冤家仇敌 一 以无产心囚禁善有 二 于他圣法无忌不心 三 他或明欲心常欢喜 四 于菩萨行 五 轻毁心 第七 说话如何令人起信呢 一 言行一致 二 于善有处 不负逐恶 三 文法不求过失 四 于说法者不生恶心 第八 宣扬佛法如何离逐障碍呢 一 持三律一介 二 闻甚深经不生诽谤 三 见出发心者生一切至心 四 对主有情大慈平等 第九 如何降服烦恼魔障呢 一 了知法性平等 二 常行经济 三 常勤念佛 四 一切善根结析回向 第十 临命中时 竹佛现前 一 满他所求 二 于竹善法身生信解 三 于竹菩萨诗庄言句 四 于三宝所勤修供养 佛陀对妙会童女的十大问题 提出了四十种修行的方法以后 妙会童女欢喜雀悦 发愿奉行 并且说 四十行中若有一行不修 则为佛教 那就是欺狂如来了 妙会童女的心愿发得很大 座中的木剑莲尊者就以怀疑的口文问道 妙会童女 你知道 菩萨的修行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你经发此殊胜大愿 难道真的能做到吗 妙会童女安详地回答道 尊者 假如我的宏愿真实不虚 能够做到诸行圆满 那么 我愿此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震动 天宇妙花 天古自明 请尊者印证吧 妙会童女说后 真的 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震动 天空 花语缤纷 古月和明 并且在座的大众身体 结变成金色 文殊菩萨见此神意 也感觉难以思议 他对妙会童女 问了很多法性的问题 妙会童女都一一回答 佛多在他们停止问答的时候 就说道 文殊菩萨 妙会童女 已于过去发菩提心 经过三十节后 才发无上菩提 文殊菩萨 难道你记不起来了吗 他曾经做过你的老师 令你住于无声法人 文殊菩萨经 佛陀这么一说 像是恍然大悟了 即刻很欢喜的从座位上起来 对妙会童女 顶礼说道 大德 我于往昔无量节前 已曾供养 想不到今日仍然清静 年少的妙会童女 得到大智文殊菩萨向她顶礼 这可见她的来历不凡 从妙会童女的故事来看 我们每个人今生能够遇到 跟前世都是息息相关的 从妙会童女的这十个问答中 还有这个故事中呢 我们就真的是知道了 要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缘分 千万不能造恶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来生的 希望这个故事呢 能给大家启发 从中受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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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